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准备就绪 马上就要上路了 据网络消息 皮哥3将于6月30日吹响集结号进行出舞台的节目录制 作为浪姐的兄弟片 皮哥在内核与节目的价值观上与前者有众多相似之处 但很显然 与乘风破浪相比 提经斩棘更强调一种力量感与主观能动性 与姐姐们的女性美相比 哥哥则似乎更要突出一种男性荷尔蒙的味道 在知情网友传出的这份名单来看 皮哥3依然大有看头 整体上 这份名单呈现出两个偏少的情况 当然 这也并不代表这个阵容的偏弱 演员偏少 在这份名单中 本职工作为歌手的嘉宾占据了大半 老中青三代歌手都有所涵盖 比如 老牌歌手 曾经的顶流如今的不老男神林志颖 无印良品之一拥有不少经典作品的品贯 昔日的RB小天王近日的编曲大魔王胡彦斌 当然 还有李九折 苏建兴等 而蔡国庆的加盟 则颇为引人眼球 作为内地最早的一批流行歌手 蔡国庆与谢小冬可以称为当年内地歌坛的一时余亮 终生代歌手 比如因参加综艺节目而成功翻红的0713男团的数位 陈楚生 王栋心 张远 于浩铭 比如因参与时光音乐会2而再度引发关注歌手张栋梁 还有徐梁 魏寻等 当然 新生代歌手也不少 比如 刚刚从天赐的声音寺中走出的博远 以及曾经同为INTO1成员的丽丸 这个名单中 说唱歌手也不少 瘦子 马博谦 弹壳 董宝石等都是主打热门的歌手 从人数上来看 名单中的演员明显偏少 并且似乎名气也叫歌手的这部分有所不足 当然 陆一的存在 无疑会使这档节目更加好看 港星偏少 于早前传闻中 曾加盟过皮歌2的两位港星名风 吴卓西江回归皮歌3 并与黄宗泽合体的说法不同的是 在这份名单中 并没有看到这三位港星的名字 这份名单中 虽然出现了不少宝岛艺人的名字 但与前两季相比 香港艺人明星偏少 要知道 前两季中 港风哥哥可是一种大放异彩的存在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